观众朋友太闹了 这个现代令害惨了多少 首购的这个房贷组呢 有人跑了14家银行 都碰壁还有更惨的 闹到赖总统都说话了 点名银行这样无差别现代 真的过当了 总统都讲话了 央行立刻邀请银行 喝第二次咖啡 要求他们都已经签约 首购组要优先合拨下去 你以为所谓的优先 就是现在立刻马上吗 报新闻今天独家访问到 房贷难民 所谓的优先合拨 居然他们也打电话去问了 就在今天得到的答复是 拍赖你一样要等到11月之后 长达三个月的无差别现代令 结果是什么 四输没有赢家 今天望哲来告诉我们 赖总统的一句话 等了三个月 三个月这句话会不会太迟 这三个月如果你要买房子 其实或多或少 很多人都受到这个 现代令的影响 所以造成很多叫做 房贷难民的这个词出现 那这个房贷难民的词是因为 争议不断延烧之后 总统终于讲话了 总统说针对现代令 他说过当了 不是真的是过当了 他讲了过当之后 马上开始这个 现代令的东西 开始要通了你知道吗 央行赶快去找了 其他22家的国营的 这个银行 再来开第二度咖啡 再来喝咖啡 来商讨怎么解决 结果这次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议 有些共识了 就是因为不能影响到 首购族的需求 所以首购族 因为首购族就是年轻族群多 大家也知道说民进党非常重视 年轻族群 怎么样都不能影响到年轻族群 买房子的需求 所以首购族一定要给他放通 再来就说包括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客户的需求 也要用比较柔性劝导的方式 什么叫柔性劝导的方式 说不能说我们有现代令 但是可能是因为有些东西卡住 延后什么样 不知道 但是不能讲出来 所以第一线的行员 会比较为难领在这里 那现在除了这些政策之外 其实央行现在也做出一个 设置15支的陈勤专线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申请这个贷款 如果有被卡住 或者不通的时候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可是问题大家想说打这个电话有用吗 打了电话钱就拨下来了吗 这么有用 我待在节目结束 我也去打打 看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独家的 这个房贷的难民 实际来告诉你 他打了电话之后 下场是什么 但我就问 当时会有现代的是 因为银行钱能放放出去了 等于是他们 这个银行的这些库存的水位 已经降到很低 不能再贷更多 现在总统一句话 又要再贷出去 你说你挤这些钱 那钱要从哪里来 钱要用挤出来 从哪里挤 现在这个规定说 第二户的贷款只能六成 那原本是从七都 包括六都加新竹县市变七都 那现在可能要扩及到全国去了 所以你钱就从那边挤出来之后 其他人就包括手购族就有钱了 所以这个所谓的现代六成 是针对你如果买第二户以上 你既然有房子 你又不是手购 所以再缓缓吧 优先把有限的银贷 来去抢救手购族的房贷 先拨先救手购族 所以现在公股的银行 其实他们有三个方向 主要这个方向 第一个刚刚讲了很多遍 就是手购族不能受到影响 就是你第一次买房子的话 你要确保它能够贷款下来 再来就已经目前完成对保 尤其在这几个月下来 已经完成对保手续了 赶快拨钱先给他们 先让这些人通车 不要卡在这边 后面的人进步来 没办法上车 所以先让已经上车的人 能够顺利下车 再让其他人上车过来 这样目前第二个重点 再来就要重视 这个收支的支出别 因为现在看起来 其实有些个案的情况之下 其实银行也会怕说 如果我放太多钱出去的话 我第一个我钱没人怎么办 或者是放出去之后 那个客户还不起 变成呆账了怎么办 所以也要重视这个收入的支出比 这个是目前的三大方向 早知如此 你就细致的去分 你为什么要无差别的现代 你都不带 你就会错杀首购 错杀那些应该要优先 成就他们买房子的民众 所以当时政府点了好几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新清安的这把火 点燃之后央行赶快又寄出了 第二把火现代令 这两把火现在烧了天花乱坠之后 终于赖总统说真的是过档了 所以过档之后赶快能够赶快通了 赶快通了 所以问题是现在大家检视说 银行到底有没有钱 你刚刚不是说有钱吗 对刚刚说有钱吗 因为包括你看台湾银行 其实房贷额度还有1200亿 那包括土地银行的房贷额度 还有700亿 其实包括了很多银行 通通加强 大概还有8000亿左右 水位其实还没有买 可是他们受到这个政策的 无差别式的限制 大家一视同仁 那我就问有钱的谁敢放 没有人敢放 如果大家都讲好话 那其他人谁敢放 问题就在这里 好 嘉欣我们看到了 烧了三个月 甚至更久的现代令 现在总统一声令下 你从市场端 你看到大军有动起来吗 我们其实在现阶段而言的话 坦白说 就是虽然银行告诉我们可以排队 然后他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 技巧性的 会让你觉得 我这样排队对吗 我举个例子来说 好 虽然央行现阶段 已经告诉我们 说你不是借不到钱 你是要等 好 那有些消费者 他等 他等到了 可是银行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你本来借八成的 现在只能借七成 你可不可以一次讲清楚 是 我想说 你不可以这样吗 好 这事情也就算了 我们还有看过有那个 我们以前贷款地板利率 我手购足嘛 地板利率不是2.2 2.3吗 现在有人借到2.5 2.6 甚至于3% 我要借到3% 我干嘛还可以借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银行他自己有自己的立场 因为72条之二 他就在这里 所以对于银行端来说的话 他可能他就是 现阶段我放房贷放出去 然后我到年底之前 我也不能够达到那个三层 我有央行妈妈要交代 所以我在我央行妈妈交代的前提之下 我不能够太过分 我还是要选择放啊 那但是我对于政策上面 尽管会他也要求我说 你不能够 挥袋手购足啊 那怎么办 那我就来挑好的手购足 怎么挑 第一个 好 我先送进来 比如说 郡相哥你在东升服务 好 那我知道你的这个 整个状况没有问题 然后你收视又很好 你节目一定会一直来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说 你还得起这个房贷 好 那我就给郡相哥 你比较好的条件 你可能一千万 我就真的接近一千万 这样子的贷款 那但是如果说 徐阿欣我看起来 看你就是一副服服的样子 好啦 那你来的话 你就那个七成 看你要不要 然后你看你 比如说2.5 2.6 你要不要 那可能我郡相哥的话 你也许你就只借2.3 他就运给你2.3 所以我透过这种 技术性的操作 至少我又对上面有交代 我对我的业绩有交代 所以我打一个差 佳希姐意思说 虽然央行总裁 央行约了 航库喝了第二次咖啡 第一个要救的就是 手购族 问题不是每一个手购族 拢进去 他就钱会带给你 他在里面挑啊 这是一定要挑的啊 因为对于银行来说 业绩重要 长官的要求重要 但是我要保证这个人 不会倒我更重要 所以我透过这些方式的话 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 我来选客户 那这个客户OK 像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儿子要买房子 他借不出来 然后就跟我说 你有没有认识 其他的行库 可以那刚好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是某一个行库的 高阶主管 那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 那个因为我知道 那一间银行 他的就是房贷 带的比较少 可以试试看 一天就OK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 他今天如果没有 透过我们这边 朋友的管道 然后朋友的管道 再认识一个 可以借到钱的管道 他会很辛苦 得要绕一个大圈 甚至于就是我们有听过 我自己觉得很悲惨的 就是他时间已经签约 我们说如果你买成屋 你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你就要把成本 你就要把这个 我们说是所谓的 这个贷款下来 他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他还问不到银行 他跟我说 我问了十几家银行 每一家银行都说 不好意思 你可能你要排队 那现在是 现在是那个九月份嘛 我们八月份 有人排到十一月 或者是排到明年一月 他说可是卖方不愿意啊 那我说那为什么 卖方不愿意 就是当初愿意让你 就是延后 可能我们延后履约 他说因为卖方 他要换房子 说到这个地方 太有感了 不止买方痛 卖方更痛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 访问到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台北金融业的S先生 望着来告诉我们 这个S先生 他是要卖房子 怎么卖到自己 变成苦主了 他就是在昨天下午 昨天打的电话 听说总统已经一声令下了 立刻打到经常问 问到了什么 结果他遭遇是如何呢 打电话过去 15支专线问到了个寂寞 他原本在今年7月 这个在台北 从事金融业的S先生 他原本是住个 在新域区 20坪的房子 他想要换大屋 所以希望我们换到 新北市的这个板桥地区 换大屋 结果他也找了房仲 说帮我估价 我卖2000万 叫20坪 买2000万 如果在新域区 进捷运的话 其实生活经济也还OK 其实算蛮划算的 所以马上 房仲给他一po上去之后 马上就有客户说 我要来看房 就来看房之后 他也可以接受说 第一组客人贷款85成 他也可以接受 而且第一组客人 一进来看了 那个方方正正的房子 新域区 有捷运 有高价强 方便的要命 抢手的要命 第一组来 他就要下斡旋了 但是他下了斡旋之后 因为他看起来 也很喜欢这个房子 但有个诞书 他只能贷款85成 这个贷款85成之后 就让这个卖方 开始有点觉得 如果加上最近的 这个现代力风波影响 他心里也会有点 怕怕的 你知道吗 所以S先生心里想的是 我房子这么抢手 你一来就要下斡旋 我干嘛还要 堵在你身上 等你去85成 带着下来 我房子才卖得掉 那怎么办呢 我就继续等下去 就本来第二天 因为这房子太好 第二天之后 第二天就有一组了 第二天就有了 然后第二组客人 他是只有 他说不用怕 我有800万的自备款 哇这个先生听到 你有800万觉得 那应该看起来 如果你要办贷款的话 你自备款这么多 照理说 会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他也放关心了 好啊 他说不管你要贷多少 至少你有800万的自备款 我房子2000万 你贷800万 至少你六成 基本上OK嘛 所以他就觉得 那我就跟你来签约 结果没想到 他们都已经完成 代数那边签约了 签完约之后 原本相约9月15号 就是下下礼拜要交物了 哇 昨天接到电话 通知说 人家买方的贷款 下不来 银行表示要再等等 哇 这先生 他急爆了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急爆 我刚刚不是讲吗 他在新北市的板桥 希望能够换到那边 比较大的房子 他在那边的房子 也给人家下定了 结果现在自己本来住的 要卖掉的房子 哇 人家的贷款下不来 他是不是就没有钱 再去买 另外一间板桥的房子了 那我这个2000万 要是资金锻锻炼的话 你不要讲说 我这个小宅 对方要面临违约的风险 一转头 S先生板桥那个新房子 他也要面临违约啊 他自己也被夹杀了 你知道吗 变成双杀大 所以你看 现在现代地 影响多少了 影响太多了 包括买方 卖方 装潢公司跟房仲 哇 世俗耶 房仲也拿不到钱啊 因为房子没有成交嘛 你根本拿不到 这个中间的这些金额 那等等 所以 赖总总不是一声令下说 请大家要救就先 救这个首购 后来S先生 他的第二个客人 就是首购 他就是要自助的 他就是优先要被抢救的 赶快问啊 央行不是已经喝了 第二杯咖啡了吗 赶快合播啊 不是说可以等吗 好要等多久 两个月要等到11月啊 哇他怎么等得下去 11月我都不知道赔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自己的房子 资金都快断了 我还等你到11月 结果现在变成说 我现在就像打那电话说 能够把我的贷款案件 能够尽速通过 可是对方银行的要求 我跟你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银行会怎么样 继续延续你的政策 不知道 他可不可以你延后下去 延后个两个月 我跟你讲 每一天都要你的命啊 所以房贷难民 还是难民啊 对还是会持续下去 现在看起来 政府还是没有个明确的作为 把这件事情 能够真正解套 那最影响是谁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卖方 买方房仲 跟装潘因子 都是这波的 房仲难民的受害者 嘉欣最后给我们一个结论 三个月的观察下来 现代令 弄得大家人心惶惶 他对房市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这样讲好了 其实你看八月份的买卖移转 虽然除了台南之外 其他都是下跌的状况 台南似乎有一个 8%左右的一个微负成长 但是如果你用工作天数来看的话 其实六都都是往下跌的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显见现代已经对于 所谓的买方的信心 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会认为 在成交量的部分 他一定会说 可是价格的部分会不会跌 我认为 第一个 以现在的这个事况上面来说 可能所有的卖方 自己要有觉悟 我们不大容易再卖一个 祖坟冒清烟的价钱了 因为银行借不上去 对于银行端来说的话 我今天我是买方 我跟俊相哥买房子 俊相哥说 这个房子我就是要2000 那2000结果 我说我出到1800 那1800 可是银行顶多愿意借到1800 我不可能自己再去补200进去 那怎么办 那我也许10个人都来 都来这边都出1800 甚至于更低 我是不是愿意要讲 那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 就是说 因为银行到后来 它决定了这个价钱 到底应该是涨还是跌 他不愿意放 价格很难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如果你是这阵子 你要卖房子的朋友 请珍惜你有限的买方好吗 因为你的买方有可能 他想买 他出不到那个价钱 所以价格的部分 我认为可能 未来有机会会还涨 最大涨幅的时候 应该已经过去了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发真相 感谢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